原标题,原驻沈阳铁路局沈阳军代处与沈阳铁路局相关战断,联合出台新规,军人因公外出口时部队证明先上火车再补票,再也不用得紧急出差,却买不到火车票发愁了。 11月26日,驻地在辽宁博地的博旅保障部助理员王晋东拿着部队开局的上车补票证明,赶往车站,根据北部战区军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所属援助沈阳铁路局沈阳军代处与沈阳铁路局相关战断联合出台的新规,在所乘车赐无票的情况下,因公外出军人可持部队开局的相关证明先上车再补票。 王晋东告诉笔者,之所以此次旅程便捷又高效,只因他手持着张油军代处同一印制,并下发至各部队的志士军人优先进站上车补票证明,从进入火车站后车室到检票进站,直至登上最近一趟开往沈阳方向的高铁,全程不过五分钟,切实享受到军人依法优先服务的王晋东感叹不已,以前公务出行,为买火车票费是费力费心, 现在持部队开局的优先进站补票证明,就能登上最近发车的列车,心里他是多了,前不久,援助沈阳铁路局沈阳军代处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军人依法优先各项措施办法相继出台,军人铁路出行条件和便利性大为牺牲,但欲有紧急公布出行买不到票,上不了车的情况,仍较为普遍。 为此,该处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新规,将军人依法优先的服务导向洛系落实,更好满足部队官兵需求。 据了解,目前该向新规已覆盖辽宁铁岭、辅顺、沈阳、辽阳、安山、海城、林侯等的铁路客运站,为更好的服务官兵出行,援助沈阳铁路局沈阳军代处还在沈阳站、沈阳北站、沈阳南站,设立了军人专属后车区。 他们还与地方餐饮公司签订了战时应急军工保障协议,将地方企业规模化生产能力,直接转化为战时军工保障能力。 不少地方企业已成为现有军工保障体系坚强的后备军。 康健、孙斌。 康健、孙斌。